喂 陶瓷姐 喂 陶瓷姐 什么 三千一啊 陶瓷姐 我这没钱了 我知道我有个有钱的弟弟 可是我不能找 总找他有钱 是不是 这样啊 行行行等着我 等着我啊行行行 好嘞我拿到钱去找你们啊 好嘞好嘞 今天肯定能赢 不行 我得去找我弟弟叫我的钱去 这月公司的业绩又下滑了 弟弟 弟弟 姐要去打牌给我用钱 不是姐 我现在公司业绩下滑 这根本没钱给你 不是弟弟你公司业绩下滑 你给姐拿个打牌的钱总是有的话 千八百的给我快点 姐你这一要钱就是打牌 你说你这每个月都给我要钱 你都要多少次了 弟弟 我是你姐 我没钱了 我不找你要找谁要啊 姐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这个公司 快倒闭了啊 快倒闭了 弟弟 你再怎么说 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你这是给我拿个千八百的 你肯定能拿得出来啊 姐 我不是不给你 你说 你这离里我外 找我叫了多少钱了啊 姐 我找你来我公司帮忙 你都不肯 不是我不帮你 你说我一个女人家 我会做什么呀 你搞那电脑 我都不懂啊 姐 你总是这样说 哪怕你能来我公司 给我搜到地 做做饭也行啊 弟弟 你又让我干这活啊 我可是你亲姐啊 姐 你还真是高不成 低不救啊 阿董 你怎么说姐呢 我不就是找你要点钱吗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就告诉我 你今天这钱给不给吧 阿董 你可别忘了 这咱爸妈走得走 你小的时候 可都是我把你拉扯大的 你把我拉扯大的 你管过我吗 就连我上大学的钱 都是我自己借的 那你也满18岁的呀 这姐也不是没钱吗 我有钱我能不给你吗 姐 你这每天打牌 你也该改改了吧 改什么改啊 我就这点爱好 你给我改了 那我以后 我怎么生活啊 你还真是执迷不悟 姐 你还是走吧 我没钱 你 弟弟 你说说 你这么多钱 你留着给谁啊 姐 我都说了 我现在公司 遇到困难了 没钱 遇到困难了是吧 行了 我告诉你 弟弟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钱 我又不走了 什么 姐 你走不走 不走 我叫保安了 什么 你敢叫保安 阿斗 我可是你亲姐啊 你竟然敢叫保安啊 行行 算你很 行 我走 我走还不行吗 不用你叫保安 白眼了 我这个姐啊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喂 喂 保安住吗 以后啊 我姐再过来 你给我拦下她 就是我说的 嗯 行 行 阿斗 你啥意思啊 啊 姐 你干什么呀 这可是公司 你怎么进来就大呼小叫的呀 我大呼小叫 阿斗 你可以啊 啊 你那楼底下的保安竟然敢拦我 是不是你让她拦的呀 啊 没错 就是我让她拦的 姐 你先来看看 你什么样子呀啊 你被人骗了 你知道吗 你有本事了是吧啊 敢让保安拦我 不让我见你是吧 你给我说说 你说我被骗了 我被骗什么了 我有什么好骗的呀啊 姐 那为什么打牌总是你输钱 还有你逛街出去买衣服 为什么都是你花钱呢 我花钱怎么了啊 我高兴 哼 别人都知道我有个有钱的弟弟 我这不是给你找面子吗啊 姐 我用得着你给我找面子吗啊 这样的面子我不找也罢 我的钱是大方挂来的吗 你这公司现在收益好了啊 我给你要点钱怎么了啊 姐 你这消息可真是够灵通的 我现在公司刚有点起色你就知道了 那你是我弟弟 我不关心你 谁关心你啊 哼 你是关心我啊 我看你啊 是关心钱嘛 行嘛 别碎话了 赶紧拿钱 那人家还等着我呢 姐 我告诉你 从你以后啊 我不会再给你一分钱 你啊 好自为之嘛 你好啊你阿董啊 请进 阿董 小胖 阿董 找你有点急事 急事 什么事啊你说 没事小胖 你说吧 我这公司啊 最近出了点问题 资金有点周转不开 你能借我点钱吗阿董 你公司出问题了是吧 那那你借多少呀 嗯 三三十万 三十万呀 行 小胖 那你先回去吧 我下午啊就转给你 谢谢阿董啊 等公司好了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行 什么还不还的呀 先硬硬急 去吧 那行我还有些事 我先走了阿董 行 你什么意思啊啊 亲姐不借 我也让人家借三十万啊 喂 财务住吗 你跟我的朋友小胖的公司打三十万 行 你给我办理一下 好 你什么意思啊阿董 啊 我可是你亲姐 姐 你还知道你是我亲姐啊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你帮助过我吗 进 门没锁 哎 阿董快坐 小胖 我找你有点事 有什么事你说 那个小胖 我这有个项目 挺挣钱的 可是还差点资金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呀 差 差多少啊 差不多 五十万吧 五 五十万 哎 阿董 我这刚买了房子 手里也没有多少钱 给你凑一凑 也最多凑个一二十万 没事的小胖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小胖 我先走了啊 阿董 我能不知道你啊 就认识的那几个朋友 有谁能帮你的 这样吧阿董 这房子反正也是新买的 我在老家也有地方住 这个房子就拿去抵押 先给应应急 小胖 这可是你新买的房子呀 哎 没事 咱俩这关系 还说这些干什么 行 谢谢你啊小胖 你放心 以后啊这个项目好了 我肯定会还给你的 行了行了 咱们走吧 去看看去问问 行 走吧走吧 走 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借给他钱了吗 姐 这一个外人都知道帮助我 不对 现在啊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呢 作为我的亲人 啊 帮助过我吗 爹爹 这 这姐不是没那个能力吗 姐 你总是这么说 自己没有这块料 可是你尝试过吗 这 这姐不是过怪了 这慵懒的日子吗 如果我不这样的话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息呢 你说是不是 姐 别再把你的慵懒 当做借口了 行行吧 阿董 这怎么说 我也是你姐呀 姐 正因为你是我姐 我才帮你这么多 你啊也该改改了 行了 我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你自己啊好自为之吧 姐 你啊好好想想吧 哎 弟弟 弟弟 这想一想 我是真的对我弟弟 有点磕磕了 这些年 我一直没有工作 一直向我弟弟伸手要钱 这 不行 这打牌 害人害己 以后不能再打了 这 弟弟 姐知道错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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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